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惠促容 以情促容 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福建劳纪总书记嘱托 坚决贯着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 加快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推动应通尽通 落实惠台立民 深化民间交流 为促进祖国统一 发挥更大作用 十四五的开集之年 首先习总书记就来到我们福建 也是给我们台商祈祷很大的鼓舞 我觉得未来来讲海峡两岸深度融合发展 一定会越做越好 福建是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省份 也是两岸交流合作的先行先市区域 福建正将快建设台胞台起登陆的第一家园 不断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今年 福建克服疫情影响 逐力提升敏台交流质量 体量 能量 做大做强互联网加对台交流 海峡两岸各种民间交往活动频繁 线上线下往来热络 倾情相情不断 活动数量人数密度均位于大陆前列 第九届海峡青年节系列活动 首届闽台青年古村文化传承研习营 首届闽台大学生建展文化节等200多场次 具有闽台特色的交流活动成功举办 维护了闽台交流基本格局稳定 推动了两岸交流合作继续克难前行 今年福建继续推进闽台教育融合发展措施 率先实施闽台高校人才联合培养项目 与台湾高校 台资企业联合开办先进制造 电子信息 精密机械 生物医药等专业200多个 打造出更加多元 更多层次 更多领域的 两岸高等教育合作发展 福建样板 2020年以来 在全球投资 贸易萎缩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 闽台经贸合作 逆势增长 2021年前三季度 全省新增台资项目 1000多个 居大陆前列 闽台贸易大幅增长 增速高于20% 台资企业 日益成为我省电子 机械 石化 森大主导产业的骨干力量 2021年 列入省重点项目规划的 八个重点台资项目 提前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我国首座跨海峡工铁两用大桥 平潭海峡工铁大桥正式开通运营 平潭开辟 平潭 台湾 全球海空连运通道 对台海运快件业务量居全国第一 福建坚持先行先事 交大力度推进 应通静通 能通快通 与金马小四通取得阶段性成果 金马工企工程福建策 已具备船运工企条件 金马电力联网福建策 已完成项目的前期工作 福建作为对台货物中转通道作用 也更将显现 福建致力于加快建设 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不断完善台胞台企同等待遇政策 有效落实 共有5661名台湾同胞 取得技能人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专业认证对接上了以后 对台湾同胞来到大陆这边的发展 是有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2021年出台的 关于深化敏台相建相创 融合发展若干措施 累积引进台湾青年建筑师 文创团队近百只 台湾相建相创人才300多名 覆盖220多个村 今年福建持续做好涉台疫情防控 扎实做好台胞疫苗接种工作 至9月底 赞免台胞大多数已完成疫苗接种 在防疫抗疫过程中 不少台胞台企挺身而出 与大陆同胞一起并肩战斗 同心战役 医护可以直接共同的接力 在操作上面都非常的流畅 然后没有任何的隔离 然后没有任何的隔离 作为对台前沿将永历朝同 全力打造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第十三届海峡论均 欢迎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